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年一度 菲律宾跟美国的肩并肩演习将在下个礼拜登场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首次参加这个联合军演 这次美飞军演跟去年一样 将进行实弹集成的演习 据了解 集成的目标是一艘中国制造的船舰 引发外界的热议 美国之音报道 演习定于4月22号到5月10号举行 届时将有超过16700名的菲律宾跟美国士兵参加 还有法国海军跟澳洲国防军 一同接受海上安全 防空跟飞弹防御 动态飞弹打击 网络防御跟资讯作战等训练 这次的演习不仅参加人数创下历年来最高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也将首次参加演习 将写下美飞两国举行联合军演以来最大规模的记录 据了解 军演首次在菲律宾十二海里领海之外 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男孩举行 也将在临近台湾的巴丹群岛来演习 而演习的项目包括了模拟夺回被敌方占领的岛屿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巴里洛18号进一步表示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将首次参加肩并肩演习 先前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曾经在演习周围海域巡逻 以防止闯入者 巴里洛说 将会有六艘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来参加演习 包括四艘44米多用途巡逻船 以及两艘更大的巡逻舰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平时负责巡逻该国的专属经济区 并向南海偏远基地执行补给任务 然而去年以来 中国跟菲律宾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发生了一系列的海上冲突 使得紧张局势升高 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跟其他中国海上冰船 阻碍 包围 甚至以水炮来攻击其船只 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在这样的紧张背景下面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 菲律宾负责这次演习的执行官洛西科透露 美飞军队将和去年一样 演练集成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 据了解集成的目标选定为菲律宾海军退役的补给舰 卡里拉雅胡号 而该舰在更早之前是已经解散的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 航运跟运输公司的双壳邮轮 在2014年捐赠给菲律宾海军 特别的是 卡里拉雅胡号是中国制造 是菲律宾海军目前唯一的中国制造海军资产 在重量为4570吨 对此菲律宾军方宣称 选择卡里拉雅胡号作为此次演习的集成目标 并不是刻意要这么做的 此举也不代表向特定的国家发出信号 因应南海局势 美国一直在深化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地区盟友 他们的防护合作 上个礼拜 拜登政府再一次地向菲律宾保证其坚定的防卫承诺 美日菲领导人并在华盛顿举行了历史性的三方峰会 联合对中国在南海危险跟破坏稳定的行为 表示严重的关切 中国外交部则是对此言辞批评 表示美日菲三方峰会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菲律宾外交部18号回应表示 菲律宾加强跟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决定 是主权国家的选择 并且敦促中国反思自己在南海的行为 声明补充说 正是中国过度的海洋主张 跟咄咄逼人的行为 破坏了地区和平跟稳定 加剧紧张的局势 此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最近对外表示 前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在南海问题上 跟中国达成了一个令人质疑的秘密协议 根据杜特尔特的前发言人罗克 菲律宾前政府跟中国达成的交易 包括了承诺不去修复搁浅在南海争议海运的登陆件 但是小马克思表示 他从未看过所谓的君子协定的文件或者是记录 菲律宾主权可能受到危害的可能性 让他感到震惊 对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管18号反驳说 君子协定并不是秘密协定 并表示菲律宾本届政府上台之后 双方多次的交涉商谈 在今年初达成了仁爱交运补新模式 但是有关谅解跟安排在实施一次之后 被菲律宾单方面无故的抛弃 中国方面因此呼吁菲律宾停止挑衅 17号美国宣布调查中国造船业的不公平 非市场性行为 遭到中方批评为布什指责 同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还主张对中国进口的钢铁加征关税 而作为回应 中国商务部19号也宣布 将对美国的进口饼三征收 43.5%的临时反倾销保证金 这一系列的举措 是否表示川普时期的中美贸易战会重演呢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商务部19号宣布 调查机关初步认定 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饼三层在轻销 使得国内饼三产业受到实质的损害 而且轻销跟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自4月20号起 将对美国公司征收43.5%的临时反倾销保证金 中国商务部去年7月21号 对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饼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原定应该在今年7月21号之前结束调查 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半年到2025年的1月21号 而中国商务部在19号上午在官网发布 2024年第15号关于原产与美国的进口饼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决公告 此举疑似是在对美国政府近日计划要提高对华钢率产品的关税 以及对中国的海市物流跟造船业发起301调查作为回应 德国资深报导 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7号宣布启动对中国的海市物流跟造船业的调查 引发中国政府强烈的不满 中国商务部的声明批评 美方申请书中充斥着大量不实职责 取解正常贸易投资活动 并且将自身产业的问题归咎于中国 对此美国贸易代表带齐承诺会全面的彻查 美方也已经要求跟中国政府就此磋商 接下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将会举行公厅会 并且搜集公众的意见 事实上2018年到2019年 美中贸易战的重要导火线 便是川普政府依照1974年的贸易法301条款 对中国展开所谓的301调查 当时美国以此陆续对大批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 而中国也多次做出反击 如今美国政府的一系列举措 引发外界担心贸易战可能再起 17号戴琪出席美国参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 阐述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 他表示美国会继续跟里面相近的盟友合作 对抗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17号出席 宾州批茨堡的造势场合 对工会成员发表演说 批茨堡有刚督之称 拜登在这里强调要保护当地的钢铁产业 并且把炮口指向中国政府的补贴政策 拜登批评中国筹外 并说对方不是在竞争 而是在作弊 还呼吁戴琪 如果301调查 发现中国确实有不当的竞争行为 美国就应该把对中国钢铁跟铝的关税提高为三倍 而目前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关税 为川普时期设下的7.5% 此外拜登也提到 近年来美国以国安为由 对中国进行高科技的出口管制 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会运说 因为你会把科技全部用在错误的用途上 所以美国不会给中国这些先进的芯片 而美国新任气候特使 波德斯塔也曾经在公开演讲当中披露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全球贸易政策 包括放弃世贸组织 全面归陷中国的不公平贸易 彭博社报道 波德斯塔在哥林比亚大学演讲时表示 拜登政府正在颠覆旧有的全球贸易政策 目的是要减少碳排放 以及限制中国在个别产业的主导地位 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 美国财长叶伦日前访华 也曾经就此议题 跟中国国务院总理里强进行会谈 海外媒体引述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的报导指出 随着叶伦一道访华的包括了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尚博 而连线中国也采访到尚博有关叶伦跟中共领导层之间会谈的内部情况 包括美国努力促使北京解决产能过剩跟经济不平衡的问题 两国将如何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 以及中国是否故意让人民币贬值的问题 尚博透露关于中国在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跟清洁技术产品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 是否是美中双方讨论的核心问题 他说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跟李强的会面当中 他们在这个话题上连续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美方向李强提出了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而李强乐于进行讨论并且也讲了很多 尚博表示 他经常跟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料明来进行沟通 但是在经济领域内部 双方仍然存在很多分歧 美方为了要确保让中方了解到美方的担忧 以及美方担忧的是什么 确保在双方最高领导层进行沟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包括总理跟主管经济政策的副总理 因为在中共体制当中 从高层得到许可是非常重要的 尚博被问到 中方对美国经济提出了哪些批评时表示 在讨论平衡增长时 中方并没有提出很多的批评 他们有时候会谈论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 但是在夜轮访华期间 中国的对外宣传却集中反应在反驳美方的观点 表示美方炒作中国的产能过剩 尚博透露实际上中国已经在许多地方承认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他举例说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当中 中方谈到了一些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 在今年3月 他们也谈到了一些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风险 因此他认为这并不是新的问题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lifted 出发 select Heritage Minion